在社会的发展上 总有人跑得快 有人跑得慢 所以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主动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 尊重、包容、关爱、负责 除了香港的社福界 企业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一项本地研究结果显示 每一百位70岁以上长者当中 约有九位患轻度认知障碍 今天我来到香港中华媒气有限公司 与香港性工会福利协会合作的主食活动 看看他们怎样将煮饭变成训练脑筋的活动 帮助长者延门病情衰退 主播是社福与工商界的合作 善用公司的长处去帮助社会有需要的人士 见到哥哥姐姐第一堂时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透过分析主播在主食过程看到他们的信心一步一步加强 到了现在他们对自己的主食有信心之外 他们很想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成果 也很想把自己的成果带回家 去和家人分享的时候 这是我感受很深的事情 可以将快乐通过这个与工服务传给其他人 我发觉这些公公婆婆参加了我们的主播活动之后 我发觉他们的生活是开心了 还有很有自信 是的 我们能够帮他们过回正常的生活 我们自己满足感都很大的 过去几年 香港经历了不少风浪和变迁 但一众企业没有因此而忘记其公民的责任 除了积极加强对环境、社区、员工 以至各持份者的关顾外 更主动成立义工队 举办及参与各类有助推动经济、社会、环境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其实看回我们过去二人帮的活动 同时都看到不同的社会需要 我们都做了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例如说独居长者、青少年、单亲 甚至是一些被危气的动物 例如最近几次我们连同当区的邻居 去一齐探访独居长者 让他们建立关系、互相照顾 非常之有意义 其实我也想分享 我上次带小孩去买棋 对他也有很大的 你们看一下这条片子吧 天娜,我们上次去做什么移工? 买棋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会因为买棋还好 但是我想因为我帮到人 我想最近去RCAP 很多人都发现有很多动物都无家何归 而同时之间都发现除了在社会上的弱势社群之外 都很想为一帮不能够为自己发声的动物出分力 你看到不同的活动 都是各个同事由心出发这样去筹办 所以他们都会参加得特别投入 由员工发起加上公司支持 确实可以令员工更加投入义务工作的方向 看到他们讲述参与活动的成果和得着 我亦都很感受到企业的参与对社会和企业都起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 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照片就是集团这么多年 端正流动眼科手术车的一些端正仪式和探访的照片 由2008年开始 集团已经捐了八部车去国内的不同省份 包括江苏、山东、内蒙古、云南、黑龙江、山西、湖南和河北 到现在为止已经帮助了超过7万位白内障患者做复免手术 因为其实在国内很多白内障患者 他们其实家里住得偏远之外 其实他们的经济能力也不是那么好的 加上视力障碍令到他们喪失了工作能力 在这个恶性循环底下他们只会越来越窮 所以我们公司这个计划 其实除了可以令到他们重拾光明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可以令到他们重拾他们的生活 是的 我去年也有去到他们的探访活动 在那个活动我们去探索一些患者 又了解了手术车如何运作 还有我们帮他们揭开沙布 见醒着他们重建光明之一刻 第一眼看到我们一班的义工 他们也很感动 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有点眼淚淚 不单止同事我们还会邀请分销商 和我们的业务伙伴一起去做这个探访活动 在当地宣传一些预防白内障的知识 是的 我们帮到那些画者其实都很开心 还有最重要就是可以见到他们 可以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我们也尝试用了我们公司出的油漆产品 帮一些康复者重新有那间屋 希望他们重拾光明之后 也可以舒舒服服重新享受生活的美好 用超过十年时间支持国内复明工作 真是不简单 企业可以善用自己的资源 再配合同事的创意 以及合作伙伴的协作 真真正正可以为社会不同的阶层 得到额外的帮助 我们公司很注重年轻人的需要 会和社福机客合作 去制定全年的义工服务计划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搞过的小学篮球共同家联华 当日有六支的篮球队伍参加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除了搞不同的共用和体育活动计划之外 我们更加希望善用公司本身的长处 和对社会将来发展的看法 去举办不同活动 例如我们最近举办了生涯规划工作方案 去邀请中学生来参观我们公司 体验创新的影音设施 例如视像会议、影音会议等等 去给我们感受一下将来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是的 我们总经理还会和师生会相交流 去分享一下生涯规划、选科和就业前景等等 我来UAT之前都没有参加义工工作的经验 我来UAT后就发觉公司都很支持员工去参加义工活动 还有每天的假放 我就不如试试试 一时之下就发觉原来做义工活动都挺开心的 有一次我参加了生涯规划工作方案的一个讲座 跟中学生介绍设计行业的前景 完了讲座之后他们都很拥有发问 那一次我的经验就很深刻和觉得很气悦 除了义工活动之外 其实企业都可以透过教育、互动交流 表达对年轻一代的关怀 同时提升同事的公民意识 以促进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Hello Matthew Hello 这些就是我之前和你提过的产品了 我们公司在2010年开始 就和三间全球都有网络的慈善机构合作 每买出一件我们都会捐部分的收益给他们的 坐下吧 其实除了捐钱之外 我们都会和学校和一些社福机构合办一些活动 去令小朋友学习网我们公司的产品 最近我们都有玩水火箭的活动 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今年还赞助了香港性工会 性基道儿童园的爱心小天使计划 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其实对小朋友多点爱心 他们都会开心点 是的 其实这一例的活动 我们不单只可以帮到社区的小朋友 也都可以提升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 和令更多人认识我们公司的品牌 可以看这些照片 企业提供资源 和不同的慈善团体合作举办多样化的活动 贡献社会之外 也可以有效宣传公司产品 建立健康形象 公民教育委员会协助民政事务局 向市民推广公民教育 委员会透过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和推广工作 鼓励市民培养正面的价值观 和公民意识 特别是尊重和包容 负责和关爱这些核心价值 委员会在2010年 开始与香港生产力出众局 合办香港企业公民计划 积极推动企业公民责任 活动涵盖公众、学界、商界 和社企界的层面 提升大家对企业公民责任的认知 活动得以成功举行 有赖各方面的支持 攜手打造一个共用的社会 中人香港 直跟在香港100年了 我们贯彻关怀社群 和建构和系社会的方针 透过赞助不同的慈善公英项目 和社会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 也履行良好企业公民责任 作为香港的主要银行集团 为了体现对社区的责任 我们也积极推动普及金融 透过我们全港近200间分行 和千多部的自助设备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 等不同的电子渠道 为各阶层的市民 提供优质和便利的银行服务 我们旁大的网络 其实不单止方便全港的市民 也同时服务各类型的中小企业 支持他们的发展 一直以来 中人香港积极地推广企业社会责任 至香港企业公民计划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连续8年赞助这个计划 未来中人香港会继续和各界攜手 为社会增添正能量 我很高兴见到香港有很多很有心的企业 它无论是大公司或中小企 它在做生意之外 都不会忘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 他们很积极地举办 我真的会参与一些不同的活动 去宣扬关爱、负责、尊重和包容等这些讯息 香港企业公民计划 自从在2010年推出以来 是得到商界的很大力的支持 令到企业公民责任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普及 在这8年来 这个计划也变成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给来自不同界别的企业公民 分享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 成功的经验和心得 到现在 超越计划的机构和企业 已经超过了800多家 我们期望每个界别 企业在实践公民责任的道路上 继续保持这股干净和移成 携手剃造一个充满关爱和共荣的社会 在各界的支持下 香港企业公民计划 连续8年鼓励工商机构实践社会责任 最终希望有更多社群受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